中国历代皇室里,如果要找一个没有优点的家族,妥妥就是北齐老高家。 通常说来,能够建立一个王朝的家族,别管多少草典,总该出几个英台,可这老高家确实布着调,从建国的高阳算起,到五成帝高战,末帝高尾,这奇葩的高氏皇帝就没一个正常,都可以叫一个慈秦兽。 简单列举一下老高家皇帝办的事,开国皇帝高阳,在未尽风流的俊美之风下,长得变态丑,而更变态的是他的脑子,高阳续杀成性,每次醉酒后都要亲手杀人,杀了之后,还要亲自肢解。 有时兴起,他会到百官中随意叫出一人当场斩首。 薛贵妃本是他的宠妃,可是有一天他突然跳起来,按着薛贵妃的脑袋,一刀剁了下来。 之后的是高战,这位陆珍传奇中的传奇人物,他真实的爱好之一是杀侄子,先后亲手虐杀了高孝瑜,高孝婉,高百年,高少德等刺猬侄子。 爱好之二是淫欲,尤其喜欢在后宫喝酒送欲,号称一日快活狄千年,至于皇帝的本职工作朝政他是真没兴趣,四年之后,干脆退位专职享乐。 最后是高伟,又年很聪明,十岁继位,可继位之后却把聪明全都用在了弯处,除了前辈们的声色拳马,荒淫无耻,残暴任性之外,这货还喜欢滋毁长城先后诛杀了狐狸光,蓝陵王这样的国宝。 临到国破灭亡之时,更把皇位临时传给自己八岁的儿子,这种实力坑娃也是没谁了。 就是这样一个奇葩的北齐,活一天都觉得多余,可是居然就在弱肉强食的北朝,存活了二十八年,这个寿命在走马灯一般更迭的南北朝时代并不算短。 而更加奇葩的是,这个北齐还曾以赫赫国威,雄聚东亚第一强国,北方击败柔然,突厥,契丹,向南则出击南梁,攻去江淮,又曾一度击退北周。 那么这样一个既奇葩又纠结的离奇剧本,是怎么写成的呢? 最重要一条,就是老高家面太好,别看人设遭的以他糊涂,可架不住人家手里有法宝。 其一是民风误附。 北齐老高家,抢的是东魏的旧厂子,这个旧厂子可有讲究,与北周、南辰相比,虽然地域面积最小,但这里是肥沃的华北平原。 这个地方,中华民族在此繁衍生息已经千余年了,那时候全中国最肥沃的土地,最勤劳的人民,基本都在这一片。 这地段,相对于北周占领区,那绝对是市中心与远郊的区别。 此外,北齐的几个皇帝,虽然不像样子,可是在高阳继位初期,尤其在脑子还算正常的时候,曾经例行改革,劝农兴学。 先是围绕叶城,包括金河北临渣县至河南安阳地区,打造首都经济圈,然后又发展河北平原经济体系,接着又对河南一带的降租降息恢复生产,此外又在边疆区域实行屯田。 这一系列活动,使得民资物力得以恢复,北魏末年六镇起义造成的伤害,逐渐愈合。 而这,就为一个强国的诞生,打下了物质基础。 北周北齐对峙多年,国土更为广袤的北周始终不占优势,甚至北周要以突厥联合行动,战略上压制北齐,这与双方经济基础的差距有很大关系。 其二是修筑长城。 这个北齐朝廷,除了各种淫、暴、乱之外,还有一个爱好,修长城。 本为抵御修奴而生的长城,在北齐君王手里,更加的发扬光大。 其实北齐修长城,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情,西边的北周,北边的突厥,都对北齐这块肥肉虎视眈眈,都想咬下去吞湿,北周和突厥还经常一起来揍北齐,这就导致北齐必须两线作战。 正是基于这种现状,从高欢、高阳开始,北齐的历代大掌柜,都喜欢孜孜不倦地修长城,而且不光北边修,更在西部国境线上完面修,从西、北两个方面,把北齐安全地保护了起来。 有了这道高墙的防护,无论是西面的北周,还是北面的突厥,柔然,想打进来,那就先突破长城吧。 而且这北齐的长城,质量之好,标准之高,几乎是前五古人,历久民心,直到一千多年之后的明朝,还在使用北齐构筑的长城防线。 关于长城多说一句,这个堡垒型神器,自从战国以来,就是农耕文明抵御游牧骑兵的最有效武器。 自从北齐长城修建完毕之后,附近少数民族纷纷沉浮,有了这种进可攻,推可守的战争神器,北齐几乎立于不败之地。 公元560年,北齐难得的宁军高眼,就利用长城体系,出击墨北,打劫牛羊,来了一次漂亮的防守反击。 打草谷这事,不是突厥人的专利,北齐人也能干。 公元564年,突厥与北周联合入侵三次,都在北齐长城下被砸了回去,无功而返。 其三是别都晋阳。 晋阳城,是一个特殊的存在,晋阳东有太行山,西有坟河,旅梁山,北有燕门关,南有霍泰山,高碧岭,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四塞之地。 地形决定了这是一座一守南宫的城池,是一座金城汤池,正因为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,晋阳城向北可以出击墨北,向南可以争霸中原。 向东可以出井行,积辽东,向西可以渡坟河,积东位,作为天下之都或有不足,但作为一个别都却是绰绰有余。 从北魏时代开始,就因为这地段特殊的地理位置,逐渐成为北方的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,是一个典型的智市之重镇,乱市之墙翻。 而到了北齐时代,这里又是北齐老祖高欢的起家地,是霸业所在,王命世纪,对晋阳格外偏心,在高市手中,还建成了通往平城,平阳,洛阳,长安,叶城的几条交通干线。 虽然经济总体不如长安、洛阳,但却形成了极为发达的商业。 晋阳由此成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,马、刀、酒、丝绸、茶叶、瓷器,各种硬通货,都在这里进行交易或者征砖。 这样的晋阳城,其经济发展那真叫一个欢事,其实你,华贵的程度,只能说是日日艳影,夜夜声歌,更胜首都夜城,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。 不断地给北齐帝国输血、补血、维系和延续着北齐的生命线。 相比之下,夜城是形式上的国都,而晋阳才是真正的国家中书。 民封物赋、长城防线、外加神奇的陪都晋阳,这些因素都是保证,北齐在南北朝乱世之中,安身立命,而且还曾以强硬的姿态荣登东亚第一强国的宝座。 真正的家大业大。 甚至,当公元576年,北周五帝的大军呼啸而来时,就是这有钱有兵且忠心耿耿的晋阳城,硬是对的北周大军前进不得。 下得一代英主北周五帝险歇班师回家。 可同是御驾亲征的北齐后主高伟呢,反而天天和宠妃逢小莲在军营里取乐。 指挥混乱的北齐大军,也终于一跪千里,将山都活活搭上。 空流一距著名涌叹,小莲玉体恒尘业,以暴周诗入晋阳。 作为北齐法宝的晋阳,就以这样的方式,做了国破家王的注脚。 毕竟,再大的家业,再强的法宝,也是禁不住糟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